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两个人情投意合 渐入佳境 然后其中一个人就 勃起了 但是就在准备进入对方的时候 软掉了 如果你是男性 你有碰到过这样尴尬的场景吗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平常一切都正常 勃起也没有困难 但是一进入对方 就要软掉呢 背后其实有可能是 临床上碰到这样 一进入对方就会软的问题 我一般都会先了解一下 那么这位男性自卫的时候 性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勃起射精 一系列都可以完成 那么和对方爱爱的时候 又是一个什么状况 是只能勃起 但是无法进入 还是只能勃起勉强进入 但是不能射精 还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你跟泌尿科医生排查了你身体的气质性的病变 或者生理上的问题 你自卫也都很正常 只有跟伴侣趴的时候 就会软掉 而且是突然的软掉 哪怕你想要表现的再好 你也控制不住自己软掉的速度 那么恭喜你 你很有可能是有性爱表现焦虑 Sexual Performance Anxiety 你可不要小瞧了这样的一个焦虑感 它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 那可是非常巨大的 最近有一个文献 调查了过去18年里面 从2000年到2018年 那么多的关于性功能障碍的文献 他们发现每四个男性当中就有一个 会因为SPA这样的一个现象 导致勃起不能或者早泻或者养尾的现象出现 而在女性当中呢 她的表现更多的是在性欲低迷 或者性欲不太好这方面 那在女性当中大概是每五六个女性中 会出现一例这样的现象 所以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常见的 那这种现象呢 比较明显的可以发生在长期 没有性伴侣的人身上 或者生平第一次有了性伴侣 那当然啦 第一次的时候都想给对方留一个好印象 或者已经很久没有做爱过了 技巧啊 身体的感知度啊 对对方的了解啊 各方面都生疏了 或者都不太了解 一切都还很新奇 兴奋度是有 但是身体可能不太配合我们的大脑 那么这种时候 就很有可能因为我们大脑里的焦虑感 导致我们身体啊 反应无能 那男性女性都会有这个现象 但是有些人会说了 哎我不焦虑啊 我没有焦虑的问题 我也不觉得紧张 但是我还是会突然软掉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的背后有一种隐性的这种焦虑感 就是我们可能意识不到的 比如说我在临床上经常见到有些男性 工作中突然有一些巨大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挫折 那么在这个的影响之下 哎 他们突然有一天想要进入对方的时候软掉了 或者是因为表现有一次不太好 哎 被对方抱怨了两句 从此就开启了恶性循环之门啊 就是一次突然软掉之后 经常性的不受控制的会突然软掉 以至于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 伴侣也开始怀疑 哎 你这是怎么回事 对吧 以后还能不能治好等等 那很多人从这一次意外之后 后面就一路不顺利 但是去检查又检查不出任何的身体问题 泌尿科医生也不觉得你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泌尿科医生经常转给我们心理科 来治疗这种临床性心理问题的时候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背后促使着我们的性爱表现焦虑如此之剧烈呢 其中最最主要的障碍就是我们的大脑 比如说我们担心那么我这次会不会又突然软掉 那么我这次如果再突然软掉 我的伴侣肯定很失望 那我们的性爱就会无比的糟糕 那么你越这样恐惧 你的身体就越没有办法配合你 那你反而越容易软掉 那你再软掉几次 你下一次就更害怕 最后就是一个负面循环 我在我们一三蜜桃说的栏目里面做了一个小调查 有一百多位的观众投票啊 有突然软掉的问题的时候脑袋里面都在想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最好 担心会突然自己身上出现问题 有大概五分之一的人就是担心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伴侣满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呢真正在生活中的压力只是一个部分 主要还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我们对自己和对对方的一个担心 那么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三个简单的小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试着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比如说你觉得哎呀我这次要是表现不好 那么我们的性爱就会很糟糕 这个简直天都要塌下来了 对方会很失望 那么你可以想一下之前或者性爱没有达到最理想状态的时候 你们的性爱有没有变得很糟糕 你们有没有啊享受到性爱 也就是说你的性爱表现和你们在性爱中的享受感 它是不是完全等同的 有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更理智的去思考 很多人可能会发现其实哪怕有时候性爱不是很顺利 你整体的这个性爱当中的愉悦的感受还是可以很好的 第二就是在自己自慰的时候去进行一些引导式的想象 比如说在自慰的时候去引导自己的性幻想 不要光想象那些热辣的美好的性爱场景 也适当的在放松的情况下去想象一些性爱不太顺利的场景 看看自己能不能从心理的层面 生理的层面达到一个和谐统一和适应感 第三就是和伴侣一起做爱的时候 试着去引导自己的注意力 关注到你们的互动当中 而不是关注在自己的钉钉上面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太过于关注在自己的下面 下半身的钉钉上面 对吧 哎呀我有没有硬 能硬多久 下一刻会不会突然软掉 那么你需要刻意的去引导你的注意力到对方的身上 哎对方在干什么 那你现在对方传达你的给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你要怎么去跟对方去互动 甚至你可以使用一些五感来帮助自己 比如说周围的声音呀 味道呀 颜色呀 包括你可以点香薰呀 点这个打开一些你喜欢的音乐等等 都可以帮助你 更快的把注意力从自己的下半身 转移到这个性爱的过程当中 真正的去关注你们之间爱意的流动 那么这三个小方法你可以试起来 但是前提是你和伴侣一定要一起配合 这种事情啊 性爱表现焦虑这种事情 绝对不是我们一个人闷着头努力 多学技巧就可以改善的 很多时候跟你的伴侣跟你的互动方式是有关系的 你本来就很紧张了 就好担心自己 然后呢 对方还抱怨你 对吧 你有个风吹草动 对方就不耐烦了 或者就说几句话 刺激你 那么大概率你下一次你的这种性爱表现焦虑会继续持续 甚至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你要使用任何这些改善方法之前 我都建议你去跟伴侣有一个沟通 去聊一聊说自己现在有这方面的困惑 但是呢 并没有生理上的问题 现在在努力的想用一些方法去改善这个问题 你希望你的伴侣可以怎么去配合 怎么去表现出他们的一个支持和理解 那么在这样一个相互沟通相互支持的环境下呢 你在使用恰当的方法就更容易好起来了 那希望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有过类似的经历 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 告诉我你是如何好起来的 你使用了哪些方法对自己或者对你的伴侣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是一三博士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话呢 我们之后也会做更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来献给大家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也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追踪我的IG Dr.E山我会分享更多的干货 我们一三心理诊所呢 还制作了一个性爱指导小手册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下载 manbodygarden.com 斜杠sex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邮件列表 我们之后会通过邮件送出更多的干货知识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